老板 怎么了 我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 没有啊 那我们现在去什么地方 到了就知道了 滑雪场 老板 这儿怎么会有滑雪场 这个地方是工作室设计的 正好在附近 所以带你来参观学习一下 谢谢老板 顾总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您今天是来滑雪的吗 有什么需要就直说 我都给您安排好 不用麻烦了 我就带助理来参观一下 没问题 那我帮你们拿两套大衣吧 这里面还挺冷的 好 谢谢 谢谢 一会儿要是还有什么其他需要 随时跟我说就好 谢谢 那我先忙了 是 城堡 好漂亮 老板 太好看了吧 老板 帮我拍两个照片 拍两张吗 老板 老板 你看我有没有一种 灰姑娘去城堡参加舞会的感觉 给我拍高一点 把手机放低一点 然后把那几个字帮我避开 白好姿势了吗 白好了 白好了 好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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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 再来两张吗 老板 我是让你来参观学习的 不是来玩的 走吧 老板 等等我吗 老板 老板 你知道运气守恒吗 不知道 就是说 如果你运气一直很好 那倒霉的就该来了 相反 如果你运气一直不好 那么就会 痞疾太来 那你现在 处于哪个阶段 遇到你之后 我之前攒了那么久的美运 终于翻身了 我有这么大的能力啊 当然啊 是你给了我一份这么好的工作 还给我学习的机会 对 我的好运气 好像都是从遇到你之后才开始的 我可以理解为 现在你在变相的拍马屁吗 我这是发自肺腑的感恩啊 成功和运气啊 都是要靠努力换来的 你不用把功劳都给我 其实 你在设计上 感悟能力很强 也很有天赋 只不过之前缺乏了一些机会 和学习 老板 你放心 我一定会加倍努力的 谢谢老板 走 我们去前面看看吧 好 太好了吧 老板 老板 我不会滑雪 但是我非常羡慕会滑雪的人 你会滑雪吗 以前在瑞士滑过雪 真的 那滑雪是不是很刺激 就好像穿梭在雪山里和树林间 像飞起了一样 我很久没滑了 忘记是什么感觉了 这样吧 既然你这么久没有滑雪了 那 要不要重温一下 滑雪的感觉 老板 不用了 我现在已经没有兴趣了 可惜了 不能欣赏老板 帅气的滑雪姿势了 这些 我还没有兴趣了 我还没兴趣了 这更好看 老板 这 老板 笑一个 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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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是 我来帮你拍吧 谢谢老板 老板 你等一下啊 老板 你要拍出来 我真的在滑雪的样子 来 来 一 二 三 老板 我像不像在滑雪 像 像不像 等一下 等一下 你要待在后面那个背景哦 就是我血一扔 你就拍 我数一二三 来 一二三 一二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你真的没事吗 没事 我刚刚身体像触电了一样 有点麻 你有感觉到吗 没感觉到 是你摔的吗 也是 是 顾总 可以麻烦你们帮忙填写一下 调查问卷吗 如果有什么意见或建议的话 都可以告诉我们 我们好改进 好 好